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健康的食谱 就是烤箱版的蒸鲁鱼 家里的小朋友还不太会吐鱼翅 也有来做客的外国朋友也不喜欢鱼翅 这时候我们就用做这道菜搞定它们 使用的原料很简单 新鲜海鲁鱼片 鲁笋 胡萝卜 香菜 还有华人超市里很容易买到的蒸鱼料 制作也只要简单两步 第一步 将烤盘放入烤箱预热到400度 放入鱼片 鲁笋和胡萝卜 盖上锡箔子 再放入烤箱 这样是防止水分流失 第二步 鱼片不到一英寸 所以烤1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一个小技巧是 要等到鱼肉不透明 用擦子能轻松地把鱼肉最后的地方剥开 就可以关火了 有的鱼肉会渗出白色的蛋白质 不影响适用和味道 撒上薄薄的一层香菜和蒸鱼料 然后放回烤箱 靠鱼热再焖两分钟 这样一道简单的烤箱版蒸鱼就好了 我们用清淡的调料 是因为不想掩盖鱼天然的鲜美 如果您想看更多的相关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